看来我们比很多人的判断是错误的 因为内典队和有的足球一样 跑出过来度假来了 现在场上比分0比1 华尔德尼发球 半高跑球 擦网从发 公伦会激发球用正手抹一板 现在双方打成一平 马尔德尼尔在1997年的曼彻斯特的第44届世界平方圈 在团体赛中马尔德尼尔是2比0战胜了托伦徽 这个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当时是第一局21比15 第二局29比27 现在场上比分四离 现在孔零辉发球 马尔德尼判断失误吃发球了 5比2 这时候说的非常的懂 孔零辉这么坚持下去可以 因为他第一板的球的比较杀伤力比较大 挖凳的变化变化不出来 6比3 反手胡签球正手拉胡签球 反手再拉 这个球出界了 7比3 这确实是老对手 在44届 马尔德尼尔是2比0战胜孔零辉 在45届 大维世界平赛中 孔零辉是2比0战胜的马尔德尼 这球打得非常漂亮 大家看到 孔零辉在移动中 前后左右的分跑 保持了良好的击球点 最后打到了对方空档 现在3比8 测身抢了 非常坚定 华尔德尼尔的发球也是欧洲选手里边横板发球最好的运动员之一 现在场上比分是4比10 好的 大家看到这个反手前冲护拳球 拉得非常漂亮 现在10比5孔零辉发球 这是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中国队和瑞典队 现在打成了2比2 现在到了决胜局 我们知道在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 中国队是3比2战胜瑞典队 在4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 中国队是3比1战胜瑞典队 在大维第4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 中国队是2比3输给瑞典队 马尔德尼尔在第二场的比赛 第一局表现得不如和刘哥良打那场球好 相差很多 现在场上比分是6比13 现在6比14 7比14 7比15 2比1战胜尔 从临辉打得非常耐心 现在以19比10领先 19比9领先 19比10 10比20 看来瓦尔德尼尔这一级是不要了 结果10比21 各位观众 其实瓦尔德尼尔在大维45届时兵赛的比赛中 也输给孔灵辉输得比较惨 两局的比分也是差的比较远 一局是18 一局是9,一局是17 这次第一局跟上次差不多 第一局是10 是不是瓦尔德尼尔他心理上有些问题 应该来从打法来讲 他并不是应该很触孔灵辉 因为他应该说在这种打法 孔灵辉的打法在欧洲有很多 就刚才我们讲的 孔灵辉也是中国以速度为基础的运动员 他的训练方法呢 基本上是我们传统的 速度加旋转的训练方法 那么孔灵辉呢 我们现在和他讲的 只要他坚持下去 主动性 他就能成立 就把他一会儿 一会儿远 这个时候他过去犯错 犯的错误经常是这样 有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性的 很长时间 孔灵辉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 打不好 那么最近呢 他确实缓过来了 气也比较壮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一会儿远一会儿远 这是他的致命的缺点 大家不要轻视 忽视到这个 瓦尔德尔的这个技术的变化 他这个人呢 有很多的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别人解决不了 他能把它挡好 众子 现在尝尝比分1比4 瓦尔德人发球 大家看瓦尔德人在拉球的时候 他是有意识地拉球的侧步 这样的球就像一侧拐弯 这个球也是他首先采取这种方式 孔雷辉在反拉 结果球没有拉到 现在场上比分是3比4 短的 大家看到瓦尔德人拿到发球以后 连续发球抢拉抢攻 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善变 一旦他不行的话 他可能就采取变化 而这种变化的一般运动员 有时候跟不上 现在场上比分4比5 擦往冲发 孔雷辉现在打得非常坚定 如果思想上要稍微犹豫的话 打不出这种球来 就是一板接一板 非常连贯 非常果断 连续的快节动 现在尝试比分6比4 拉起来 这个球擦网了 我们看到瓦尔德人 另外就是在球场上 他的球风非常好 刚才擦网以后 他主动的伸手向孔雷辉示意 说这个球是运气 运气好 现在场上比分是6比5 现在孔雷辉发球 大家看这一板 打直线的时候 他几乎和打斜线的动作 完全一样 而且脸还是朝着斜线的方向 现在6平 好的 接得漂亮 大家看到 孔雷辉现在打得非常兴奋 他也是紧紧地 钻住拳头挥舞 打到这个程度 孔雷辉一般的竞技状态 就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竞技点 现在7比6 但是瓦尔德人的球控制非常好 大家看到他的落点 控制得非常好 几乎是压着白线 现在场上比分7比7 这个球孔雷辉是发了一个反旋转 通常一般是向左侧旋 而这个球孔雷辉是往右抹的时候蹭了一下 现在场上比分是7比8 现在7比9 半高抛球 结果侧身抢拉没有到 这球没有过往 瓦尔德尼尔也是好像有点搏杀的意思 就是强行进攻 想改变状态 应该说孔雷辉和瓦尔德尼尔都是涵养非常高的队员 这次他们下榻到大港游艇宾馆 门口签字的人非常多 他们都是非常有礼貌 有耐心的给这些服务员签字 包括在吃饭的时候 也是给他们签字 现在场上比分是10平 在这个十分里边应该说瓦尔德尼尔有几次变化 其中一次就是刚才采取了强攻 有一段比较急于强攻的这种办法 现在场上比分是10比10 好的 这球是阿甲动作 把瓦尔德尼尔给迷惑了 因为瓦尔德尼尔现在急于进攻 老想侧身 所以孔雷辉呢 注意给他正手的空档 现在12比10 但是大家看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通系的正手 他仍然敢侧身 这也只有像瓦尔德尼尔这样经验丰富的人 才能这样做 一般运动员呢 你给他正手空档突出一次 你再发反手 他一般不敢动了 但是瓦尔德尼尔呢 他这个很有经验 现在12比10 13 13比11 13比11 显然 孔雷辉的速度啊 连续进攻的速度要比瓦尔德尼快 感觉在相持起来以后呢 瓦尔德尼尔呢只有招架的感觉 在这封挡 孔雷辉的劲呢并不大 力量并不大 但是速度很快 跟进的速度很快 现在11比14 高点狐圈球 第二板 这个瓦尔德尼尔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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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八球想攻得手 现在强场比分是13比15 这时候又中场暂停 徐指导孔灵辉 孔灵辉这个时候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现在千万不要去控制 再控制 就是有机会的话 第一个回合机 一定用速度和旋转 来控制住瓦尔德勒的变化 现在瓦尔德勒肯定是 也是发达球以后 要进行正手抢拉 来防止孔灵辉第一板的发力 这个戳球戳得非常好 但是 变化了 台湾 走 到时候 突然 我帮你摔穿 摔穿 慢周圍 insult 必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场场比分是16比19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